在清迈呢 你一定要有一双 就是能发现美的眼睛 很认真地观察周围的一些商店呀什么的 或者是一条小路 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样一条 不起眼 可是很舒服的一条小路上 今天的天也非常的蓝 啊 到了 就在这条小路里藏着一家 我们马上要去参观的小店 那这里呢 据说以前是非常热闹的 可能疫情期间冷静了很多 老板很惬意地躺在屋外 他们一家店都很有特色 有时候没有天使 我就是呢 主要是带大家去那个吃饭的餐厅 但是这边呢 有很多的商店 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 可以来早一点 然后在这边走走逛一逛 然后这边呢 有卖衣服的 还有卖单车的 这一家是一家饰品店 也有卖衣服 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少 这是一家披萨店 巴士披萨 我们这样搞好 这就是我说的单车店了 这应该是一家日本店 然后老板还在编篮子 刚好 我们的身高差得刚好 轻易的时候我一点就 刚好就够得到 我们出来这条主路上 接着往前走 因为我们要吃的餐厅 有时候没有电视 有时候没有地理 在爱情的江湖 我身不由己 我记彻了多少年的运气 等来着小改靡的奇迹 让我遇见了你 刚好 我发现了很有意思的褶床 是可以在这里睡觉吗 当我想你的时候 漂亮吧 我们这样刚好 我们爱的刚好 这里有家书店 但是呢还没有到 我们要去的餐厅 不过就在前面了 阿西 大家能感受到我说的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了吧 好了 现在就到了 他们家大门还是很大的 每天的10点到17点都开放 想不想走在森林里 一切就开始了 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 你爸妈把你生的刚好 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 你也这么想的 有时候没有天使 有时候没有地理 在爱情的江湖 我身夺有机 我记录了多少年的运气 等来着小概率的奇迹 让我遇见了你 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 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 路下你一个不多不少 我们这样刚好 这里好美 但是真的好饿呀 我们先去开饭吧 我们再后的感觉呢 就是每一道菜都不容错过 非常地有特色 而且很美味 希望大家来呢 带着朋友 一起来这边尝一尝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